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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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穿越着浮夸的世界 期待重新也变得力量 反转中递出着愤怒 素衣燃烧 崎岖大陆 幸福从来没有力气 感动或伤害 只会更坚强 寻寻觅觅觅 追踪真相 银银前进方向 始终都是你 Keep on you 答案就在前方 不能提索不善设防 Keep on you 明明就在心中 沉浅思念危机生空 恐怕 似过天空不再可否 眼看最多容易 跑向大海 只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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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你 你 打案就在前方 不能开心不善设防 不能开心不善设防 掌握着散开来 直升坡 纷暴 四波里 恐怖得可过 眼看脆弱 温柔 微飞 跑向大海 只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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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过力气 敬畏 D 6 3 我冲下一颗种子 终于尝出了过世 这也是个为大女子 摘下星星送给你 摘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要每天为你生气 哎呀 哇哇 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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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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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第七本来多少银子 到我们家里 哎太好吧 来 给我给我给我 哎 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人 哎 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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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去 你 杨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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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有赢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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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靠 我这是突破人类极限了吧 这都甩不死 我怎么连衣服都换了 难道是出车后 这车还带自动换衣服的功能 这也不科学吧 不管了 不管了 安迪呢 安迪 安迪 奇壮如梨而赤手 奇音如溜溜 这分明就是传说中 赤脚大仙做下的神术 叫赤天狗啊 赤天狗 赤天狗 什么天狗地狗赤斗铃斗的呀 这就是本小姐今儿在山上 逮得的一个小怪物 往后就听我一个人的号令 赤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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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赤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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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hyp 赤天狗 相机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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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东西算是万幸 好好好 好好好 我 我 这位美女 咱先留个联系方式呗 干吗这么认真啊 玩什么扮演啊 招子 扣了 你们这是拍真人秀呢 摄像机在哪儿呢 导演在哪儿呢 美女 你看我这刚刚出了车祸 这从山上摔了下来 这一时半会儿 这脑子有点乱 但是你看这外面 这天都快黑了 这山上可是有野兽的 这天黑之前 咱们得赶紧一块下山 去喝杯咖啡 聊聊天 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 你长这么漂亮 肯定是大明星吧 我还从来没有 跟大明星合过影呢 你 你等一下啊 我拿下相机啊 再来合照影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很快 很快 人呢 人呢 神仙姐姐 大明星 大美女 大美妞 要准够哪儿 又不是 不用去啊 我去 不得了 又来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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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话 好可爱 还不错 啊 都不是 嘴了 哇 哇 哇 美丝气啊 这么迷糊张胆 我想问一下大哥 这是东方海雾腾国吗 什么问题吧 早点 住嘴 听见没有 跟你说别让你叫的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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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一下 安迪 你干吗呀 这位小姑娘啊 看在我还没有完全讨厌你的份上 要不然 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 你既然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 咱们两个不如 你干吗呀 那个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 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去喝杯咖啡 淋聊天 谈谈人生什么的 怪人 你就是个怪人 这畜生本来就是我抓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说话呢 第一 他不是什么畜生 第二 我跟他是父子关系 父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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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情同父子关系 反正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听不明白 安迪 咱们走 安迪洋 安迪洋 是 什么安迪洋啊 这本小姐打来的野货自然就是本小姐的 你等着我晚上把野鸿烧了 一根毛你也分不着 你试试 他烧了我们家安迪 我跟你说 第一 他叫安迪洋 是我的储物 当然也在我们单位兼职 这个令说 第二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野货 他是纯种百分之百 爱迪 佳雅的 懂吗 第三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畜生 再也不要跟我提什么畜 畜生 他就是那个姓洋的畜生 欠两天赌博 欠人欠跑的那个 我说看着他那么眼熟呢 他就是那个小龙王 我呸 对 就是他 他骗了好几个呢 谁啊 谁啊 都谁啊 谁啊 都谁啊 你们看 你们看他那手里 这分明是供奉的神木啊 什么啊 天哪 这可是要凌迟的大罪啊 凌迟啊 大罪啊 罪不合适了呀 冤枉啊 冤枉 这都什么事啊 老爷 这边 这边 瞧瞧什么 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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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冤啊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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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您慢着 慢着 慢着 真正的 老大爷来了 小伙子 本县很忙 这个 哪儿来的 这这这这 这 这山上捡的呀 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很重要 是什么 我 很重视他 我 很重视他 倒也是知道啊 真的是简单 老爷 您瞅瞅 这还新鲜着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伙子你折的 这 这到底是什么呀 他不就是根树枝吗 我就把它折了 咋了 认了 不 不 我 小伙子 念在你没有读过书的份上 本县给你普及一下 这是咱们广德县 文庙里的神术 神术 是咱们太祖皇上钦定的 钦定的 谁都不能冒犯 来推 不能冒犯 看你这前言不达后语的样子 明显就是犯罪后 心里慌张的表现 不急 慢慢来 养好精神 秋后送你上路 大老爷我真的冤枉啊 这数字不是我折的 再说那个 他还抢了我的 你们为什么不关他呀 爹 爹 那怪人 真犯了那么大的罪啊 来就是个不知好歹 小龙王 正好咱们现在还有一个临时的指标 救他了 他不是得罪过你吗 这不真是好解恩的吗 其实 也不算是得罪 行啦 爹很忙 应付那件大案得赶紧结了 要不然麻烦大了 好嘞 玩去吧 张龙赵虎在哪儿 过来 爹 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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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 写款私逃当账则一百 冲撞支线千金 最佳一等 砍伐神木 秋后凌迟 人兄 够走运啊 走运 走你娘的大头运 道而言 伤则一百 秋后凌迟 痛快 我说这位御友 御友 御友 好词 有点意思 这位大哥 你能不能不在这儿兴灾乐祸呀 我这明显的冤假错案好吗 你们这都什么破地儿啊 连最基本的伸张正义的地儿都没有 这儿的法律也太粗糙了 我们这儿 对啊 这是哪儿啊 此地乃永乐京师 辖下广德县啊 兄台不是本地人哪 永乐 京师 安迪杨 笨姑娘 本来准备今天晚上 就把你给炖来吃了的 可是 看在你爹 马上就要被骗了的份上 要不 我先养着你 我 打地啊 说 别打了 说 别打了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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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招了 都是我干的 都是我干的 这送我吧 神盾哪 老爷 您俩太客气了 这路上本县已经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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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爷 您看您这两天都牢神了 在贵府出现这样离奇的惨案 这都是北县管理不当 主持不利 收累了 你看下官实在是惭愧 惭愧 宋伯伯 您真的是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宋兄 您这是 宋兄破碍神气 我们和府上下是感恩不尽 这事啊 要说就怪我 对下人管教不周 这事啊 这事啊 有招了 老爷 都招了 就是他 那这样 把他拉回县衙 颤得高又 跟那个什么姓杨的 一块儿就做玉环 是 走 这事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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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干吗呀 不松不紧 再松点的话 就更好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穿越到这儿 要被林芷处死不说 还被人减肥造 你干吗 我这不正指导你呢吗 你这身体状况 瘦三百多丈 肯定是过不去吧 也就能瘦个 三四十丈吧 尽量如此保持身体 保持状态 争取受仗责而死 到时候 就不用受秋后 凌迟之苦了 那可是三千多刀啊 所以我说仁兄 好运 大哥你能不能行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这是冤 别比冤 龙某比你冤 龙某比这儿所有人都冤 命该如此 我这儿 靠 实际打 你这个王八蛋 真打呀 给我实际打 我跟你说啊 这个别孙 救他娘是个混蛋 不太好这么快给抓住 这都不是 吃这一老家的饭 还搞人家小姐 还搞人家小姐妹妹 还都被搞没了 把这孙子给他娘寡喽 老爷 证据已然确凿 这次 就是奸杀白氏姐妹的凶手 您看看 来人了 等等 谁啊 蝴蝶别怕 弦陵大人 您这案子判得不对 再给我使劲打 打 不然我轻饶了你 对 御师爷 老爷 你再说一遍 月末就在那时 三个时辰后 白家小妹 另爱的尸首 就软啪啪地 搭在了床檐上 三个时辰后 软啪啪地 搭在软啪啪地 搭在了床檐上 三个时辰 搭在破红檐上 三个时辰 搭在破红檐上 搭在了床檐上 软啪啪地 这三个时辰也就是六个小时 这人死了六个小时 身体还软啪啪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别跑 保护宋大人和白前走 跪下 跪下 你好大的胆子 胆敢手持凶器冒犯公堂 老爷 当 再挣子一摆 来呀 满 我都要看看 这次到底想说些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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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不是 老爷 青天 大老爷 您刚才审的这个案子 审得不对 大胆 好了 你大胆 你让他说完 这不科学 科学 科学 大人 我刚才听了个大概 令爱双双遭难 人死不能复生 请节哀顺变 大人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 请问 您贵姓啊 小人加定甲 加定甲 您何时行的兄 大概在 某十 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 五十 好 那问题也就来了 这人死了六个小时 三个时辰 这死人还软趴趴的 这不扯吗 一派胡言 不知所云 这样走 打死 走狱 这不科学 够了 你这毛头小子 到底想说些什么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留下最后一句话 这样子 判断有误 凶手不是他 冤枉了 大人 冤枉了大人 我夫君是个老实人 他是不会做下这样的事啊 如果我判断有误 我甘愿 替家丁甲 立死 我让你说一句话 你说了几句 那本签总不但回事 来呀 打入大牢 打入府王 这不科学 你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大人 这不科学 太冲动了 太冲动了 大爷 这这这边 签总大人 小子 我来问你 姓神名谁 我是家丁甲 不不不不不不 我我叫杨秋迟 杨秋迟 你在工堂上说 这个案子办得不公 你现在把那些 不对的道理 给我从头至尾讲一遍 大人 这人死了之后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人就开始硬化 九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就会完全硬化 三十个小时之后 就会慢慢变软 七十个小时之后 就会恢复原状 还有 师班可供查验 如果我们有验尸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查肝温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具体到死亡时间 你看 咱们的恋爱到现在身体 还是软趴趴的 所以说那个 好了 宋志仙 老阳 你怎么看 虽然听得不太明白 但是也有些道理 你说得很有道理 宋志仙 你看着办吧 这 小人院全力以赴 帮助破获此案 小人院全力以赴 师爷 老阳 我 你这个案子不对啊 并着科学的精神 我一定帮助你们破获此案 这个案子动静派 可是你们判得不对啊 你 你是咋哪儿想到这些知识啊 我 我前两天遭雷批了 小伙子 你若是该有一丝的隐瞒 你自己说了 历死 谋门腿 老阳 从今天起 他就做你的徒弟 推行办案 是 四爷 咱们再去阴府 重新验尸 验尸 你会想吗 偶尔还会想我吗 爱情故事 主角已患自他 对我没说完的情况 没有结局的痛恨 没有结局的痛恨 我能想起昨天 为什么 对他 比我好一些 让我一个人度过 寂寞的夜 我迎遇了她 偶尔还会向往吗 曾说的话 你都还记得吗 当一起扶过她的发 手指落在她的脸颊 重复着和我一起试 天长地久的情话 你会想吗 偶尔还会想我吗 爱情故事 初却已换作她 对我没说万个千步 没有结局的错 我想我是时候蒸发 把幸福充满都留给 为何她 此刻爱情远去 亦不需要再说什么 只剩下寂寞陪我 不足承受所有悲伤 我要她的眼泪忍有记忆 通着心扉 我爱情远去 我爱情远去